周末不知道干什么 我强烈建议你试一下徒步 不仅疗愈心灵 也非常的有成就感 而且徒步是一项很省钱的运动 背包有吧 运动鞋有吧 水壶有吧 你还需要冲锋衣 头灯 还有一些食物 当然 为了防止迷路 最好再准备一个离线地图 我用的是两步路 提前下载好 没网也能用 我们就可以出发了 整个徒步的过程 对我来讲 就是一场感官的盛宴 每一寸皮肤 都能感受到山间的湿气 感受到阳光的温暖 还有微风的抚摸 最幸福的就是 又累又饿地爬到山顶 哦那边好漂亮啊 看到美景在眼前炸开 让我不得不感叹 真的没白来 大喊一声 发泄掉所有乱七八糟的 在救着美景干饭 来上那么一口 虽然身体是累的 但心里没有这么舒坦过 我们见过不期而遇的云海 若隐若现的天池 只有十秒的冰川 每一个都让我们激动不已 我也想把这份快乐传递给你 不要问徒步有什么意义 人活着不就是为了去码头 整点薯条吗 所以出发吧 只要出发了 那么一切都是美好的